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广告学 各位观众好 欢迎收看广告学的节目 我们今天播讲第四讲 今天主要是讲的是广告的功能跟角色 我们今天要播讲的重点 有包括第一个可可可乐启示录 我们会从可可可乐的演进历史 来跟各位说明广告的一个功能跟角色 第二个我们会谈到广告的行销功能 广告的传播功能 广告的经济功能 广告的教育功能 另外广告的社会功能 所以这是今天主要的讲次 我们首先要谈到可可可乐 可可可乐是大家很熟悉的饮料 那我们会从它的发明开始 所以我们要追溯到早在1882年的时候 1886年 对不起 1886年的时候 美国亚特兰大的有一个雅各药局 里面有个药师叫做Pemberton 彭巴顿先生 他为了要发展一种止痛的药 他不小心把他的止痛的液体 止痛药的液体 所以就无意之间就发明了这样一个褐色的饮料 所以他经过几次调味以后 觉得这个饮料还不错 还可以来发展出一个他的生意 所以他马上跟他的创业伙伴 叫做Robinson 这两个人就想办法要在他的药局里头 辟开一个专柜来卖什么呢 卖那个褐色的饮料 当初这个褐色饮料还没有名字 所以他们想供应这个饮料 为了取这个名字 他们特别跑到一个 这个Pemberton跟Robinson 还划船到荒郊野外 到一个湖边去找寻灵感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在找灵感的时候 一直到了快天亮了 都没有任何的灵感 所以他们就想说 怎么办 我就能够想办法 要挤出一个名字出来 结果一直都想不出来 后来这个时候突然间天色变百 已经快接近黎明了 那也开始沉寂思小 尸体 很多的那个公鸡就开始叫了 那有点冷 所以叫做Cold 那有点 那个公鸡叫Cocca Cocca 所以他们就把这两个字拼凑起来 叫做Cocca Cold Cocca Cold Cocca 公鸡叫 有点冷 这两个字拼起来 但是他觉得还不够什么创意 刚好这个时候 就从天边来了一道流星 画过去 然后他们突然间想 这道流星刚好把 ABCD的第一那个角 把它去一个角 就变成了A D就变成A 所以他们就把Cocca Cold 改成Cocca Cola 后来觉得这个越念越顺 整个Cocca Cola Cocca Cola 越念越顺 而且铿锵有力 所以他们就立刻把这个产品 取名叫做Cocca Cola 因为这名词很好听 所以他们就找了一个很书法 写得很不错的一个人 帮他 这Cocca Cola 这四个字呢 Cocca Cola 这个英文字呢 他就把它书写成 到今天为止 真的沿用了 这样一个字体 就Cocca Cola 那所以这个Cocca Cola呢 用活泼的字体 当时呢 正式的 他们去登记 到商标登记所 去登记他的名称 那作为能够确保 未来用在广告上面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广告最早的功能 是要让消费者 能够分辨出 产品跟产品之间的差异性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广告可以区分成 产品的差异性 这是广告的第一个功能 区分的功能 5月8号 Cocca Cola 首次的在Georgia的 Atlantis 雅各药局推出了 他立刻呢 登广告来告诉人家说 What is Coca Cola Cocca Cola是什么 Where can I got Coca Cola 什么时候可以 什么地方可以买到 Cocca Cola 所以这个信息 刊登在报纸以后呢 一年以后 开始有很多人能饮店 说他也想卖这个饮料 所以很多能饮店 开始贩卖 Cocca Cola 那他们就用那个 手绘的招牌 出现在 贩卖这个 Cocca Cola的 这个店门前 窗前的雨棚 或是窗户上面 就加了一个 Cocca Cola 外面就加一个 Drink Drink Coca Cola 所以这个呢 就像 这个 分辨出 这个Cocca Cola 所以这个时候 Cocca Cola呢 可以看出另外一个功能 也就是介绍商品的特征 商品的属性 还有贩卖地点 在哪里可以买到 贩卖地点的情报 所以他有告知的功能 有辨识 有告知的功能 然后呢 到了1888年 两年以后 Pemberton 把他的股权呢 就卖给了 叫做 这个叫做 Gandler Gandler 他用了2300块美金呢 买了 可可可乐的经营权 结果这Gandler 很会利用广告 他大量的印制 免费的那个Coupon 试影件呢 吸引人们来Tryer 来试用可可可乐 并且开始继续购买 终于呢 就形成了品牌忠诚度 所以这个 广告另外一个功能 就是能够通过 这个广告呢 能够诱导消费者 做首度的尝试 First Tryer 那能够建议他们 能够继续购买 这是广告另外一个功能 当很多人 开始试用过 可可可乐以后呢 那开始喜欢它 并且指名购买 更有很多的 西奥房呢 能饮店呢 开始竞乡采购 来贩卖这样一个饮料 给他们的 供应他们的顾客 所以广告另外一个功能呢 不是针对End User 而是能够协助 并且促进产品的配销 也就是在通路上 能够协助提高通路的 铺货意愿 好 那这个可可可乐 在1889年的时候 1899年的时候 第一家可可可乐 开始有装瓶厂 把它装到瓶子里头 第一家装瓶厂在Tenasi Tenasi的Chattanoca 它呢正式推出量产 那有了瓶子以后呢 第二家装瓶厂就在 阿克兰塔开始推出 那从此以后呢 30年间集中到1000家 其中有95%的装瓶厂 在美国本土经营生产 那有了这个以后呢 我们可以知道 可可可乐 它有更多的场合 从室内到室外 从个人到户外 所以增加了用途 使用时机 还有使用的场合 使用的场合 所以广告另外一个功能 可以增加它的使用时机 使用场合 我们通常把这个数据叫做 TPO Time Place Occation 好 那随着市场的增长呢 有很多的仿冒商品就产生了 所以呢 这个争夺战产生以后呢 为了要加强本牌的 我们的品牌的品牌中程度 要降低别人的品牌的转移度 所以这个时候呢 往往广告就扮演另外一个角色 就开始竞争了 那可可可乐的竞争呢 除了从广告以外呢 它开始用建立另外一个功能 就是建立品牌的偏好度 中程度 并且防止品牌转移的情形产生 所以这种情况呢 广告它就产生了一个竞争 竞争的功能 到1916年开始 可可可乐就推出造型独特的 新颖的这样一个瓶子 并且登记注册商标 所以这样一个瓶子呢 从最早期的直通型的 到后来有曲线瓶的 据说这曲线瓶是根据了 美国女性的曲线 腰身的曲线 而来做一种修正 所以它已经成为美国文化的一部分 而跟美国社会有很密切的关系 那广告已经成为生活文化的一部分 广告塑造企业文化 形成消费者文化的一部分 那我们有很多的广告呢 来说明这样一个案例 那我们底下呢 就一一来说明这样一些广告 怎么来帮可口可乐 从演进的历史 从最早期的在意大利的三纲 由Tub in the Here来高唱 所谓的It's a Real Thing 然后到1990年代的时候 这个在意大利三纲 那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到二十年后 九零年代变成四十几岁的中年人 他们再度的推出第二个广告 也是Reunion 然后带着他们孩子 他们孩子唱的是另外一个slogan 叫做You can't build a feeling 所以这一系列演练 我们从底下的这些广告 就可以看得出来 底下我们就给各位看 这些广告的一些精彩的内容 来看到广告可口可乐的演进历史 I'd like to buy the world a home and furnish it with love grow apple trees and honeybees the white turtle doves I'd like to teach the world to sing sing with me perfect harmony perfect harmony I'd like to buy the world a coke and keep it company it's the real thing I'd like to teach the world to sing i'd like to teach the world to sing in burning harmony perfect harmony and I'd like to buy the world a coke and keep it company it's the real thing what the world wants today it's the real thing what the world wants today is the real thing is the real thing you know it happened right here twenty years ago right here mom mhm you just can't imagine what it felt like i'd like to buy the world a home and furnish it with love grow apple trees and honeybees is there's no white turtle doves I'd like to teach the world to sing I'd like to teach the world to solve it the feeling you get from a coke to cola I'd like to teach the world to sing i'd like to teach the world to sing I'd like to teach the world to sing ..... vis experience the feeling your finding out terms of knowing Am starts Fang and pomoc cook I'm the whole world singing Can't beat the feeling You can't beat the feeling 這是八年年代的廣告 擋不住的感覺 You can't beat the feeling All the classic can't beat it You can't beat the real thing Can't beat the feeling 接著他贊助足球賽 看見歐洲人有三更事情 足球 睡覺 喝苦不可樂 所以我們是海底界 世足賽的主要支持者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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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二零零二零 贊助鹽湖城冬季奧運的 一個很有趣的廣告 這個比基雄的造型 我們到今天仍然成為 可樂可樂的一個代言人代表之一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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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有第一个行销的功能 第二个传播功能 第三个经济 来是教育 社会以及文化功能 那我们底下就按照这几个层面 来跟各位做一些案例分析 广告的行销功能 为了要达成经营目标 企业生产必须在销售市场上 具有竞争优势的一个产品 来满足消费者需求 那一般来讲 评估企业经营的成功 以否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就是投资报酬率 也就俗称的ROI revenue of investment 那行销呢 是属于推广的一环 广告也是其中一环 那广告行销当中的promotion 除了广告以外 还有促销 公关 还有事件行销 还有人眼销售等等 所以这些呢 通整起来来发挥共同的绩效 所以呢 大部分来讲 这些都是要利用传播工具 或是讯息的沟通 来达到沟通的效果 那广告的行销功能呢 也就是广告可以在同时间 立即的向一个广大的大众 来传播一个讯息 所以从成本效益来讲 我们所谓的像一千个人 来诉求的成本 比他一个一个人去扣门 去拜访的这样一个成本 来得更便宜 所以呢 我们广告呢 会具备这样一个功能 所以在今天多样多变的 一个行销环境当中 广告要很精准地 瞄准我们的目标受众 对消费者来进行诉求 换起他们的潜在需求 并且呢 提出生活提案 来刺激他们的购买欲望 并且呢 掌握他们的消费需求 所以对于满足消费者需求 创造交易价值 这个本质的行销而言呢 广告的确具有一些 非常重要的吹出力量 再来我们接着谈到广告的传播功能 广告的传播功能呢 是因为广告是一种大众的传播 那广告必须传送的各种市场情报 撮合消费者与购买者之间的 厂商之间的这种距离 收短他们之间的这样一个鸿沟 所以广告有些时候用的是告知性传播 有些是用的是说服性传播 不管告知性传播或是说服性传播 都是要改变消费者认知 改变消费者态度 改变消费者的行为 所以广告的传播功能 广告几乎所有的广告传播 都是向一群非特定的大众 来进行传播它的讯息 所以从古希腊这些古罗马 在泥板上刻制的 所谓的楔形文字的 这种石碑上的文字 这种电招到今天蓬勃发展的 各式各样的多元多频的媒体 传播情报的传播 一直是广告的基本功能 跟广告的基本目的 那广告的传播功能 可以从厂商的告知传播 跟税务性传播当中 可以看得出来 那也可以从很多的电话用户 或是网路 报纸的分类广告 政府各机关团体 所勘通的公告启示 可以看到最明显的 传播功能的案例 那接着我们来谈一下 广告的教育功能 广告的教育功能 它可以透过资讯的教育 加速人们对新的观念 新的价值观 新的风扇 以及新观念 新事物的一个采纳 并且促使人类生活文明的 一个不断进展 那更重要的 它可以提醒我们 避免减少一些天然伤害 天然公害 以及资源浪费 那避免一些意外事件的发生 我们来看一些影片 比如说第一支影片是 巴西 它在乱砍森林 它呼吁大家不要乱砍森林 它用年轮篇来传递 说最内圈是谁出生的 最内圈是砍掉这棵树的坏蛋出生那一年 那是年轮篇的 接着有一个细安全带的 慢动作的一支影片 这两支都提醒我们要避免伤害 我们来看这两支影片 既周年轮廖 lament 在一支钱上去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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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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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